大概就是说大概的一些一些期间还是功能 然后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呢就是拖线盘 就是放晶线的时候用的 然后下面这一个是调节 一个这一个螺丝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绿色板 这个小圆小鸭片压晶线用的 然后这个是调节晶线的晶线的松紧的力度 然后在下面就是白杆 白杆呢在我们就是说机器打线的过程中 它会自动就是自动移动来回摆动 然后拉线把线拉下来 然后这里 还有这边两个导轨 导轨就是我们上下移动的时候导轨 然后导轨呢一般在半个月 或者说一个月上一次油 就是说润滑一下 然后这个是线位片 就是线位机器的 整个焊头架的初始高度 然后这个是线位片的感应器 然后下面大家看到有一个白色的 像螺丝一样的 这个就是调节尾丝的长短 尾丝的大小 尾丝越长 那金线的球就越一焊的球就越大 越短就越小 然后这边线夹 现在这边呢 有两个螺丝 然后后面这一个 就调节线线夹的力度 然后前面这个 就是线夹的间距 距离就是线夹的 然后下面 编户感 编户感就是超声波压力输出感 然后这边 这边就是打火感 就是 就是说金线 就是尘球的时候 需要用这个打火感 放电出来打火 然后下面 下面 这工作台 工作台呢 它就是在我们打线的过程当中 可以自己移动位置 自己左右 跨度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的 然后最下面 最后一步 就是操纵盒 操纵盒 主要就是用来操纵机器的 焊线啊 定位 各方面的东西 嗯